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说过 发语期的儿童不适合喝咖啡 吃一口这个改变心意吧 天啊 好可惜哦 你不想吃就算了 怎么可以把食物丢在地上呢 真是的 那是今天一早从草莓家拿来的面包 什么 草莓家的面包 把货全拍一拍 应该还可以吃 草莓 我不是故意丢在地上的啦 因为我早上刚好吃过面包了 笑死人啦 明明是因为不屑吃才丢掉的 我哪有不屑啊 草莓 我会把面包拍干净再吃的 不用了啦 上面沾了太多灰尘 还是丢掉好了 对了 你们的国语作业写完了吗 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还没有写完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是草莓家的面包 好 这一堂课 我们来写一篇有关秋天的作文吧 它应该不会放在信上吧 科学实验的用品 你们都带来了吧 它把那个面包丢进蓝色桶里 是不是真的不高兴了 要把颜色涂满哦 因为美术科是草莓最喜欢上的课 它一定早就忘了早上的事 不对 等一下 我今天一整天在做什么 真是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这么在意早上的事呢 好了 不要再想了 不想为了无聊的事浪费时间 好 如果哲秀跟英希想要评分七个奶油面包的话 他们要怎么做呢 我知道 把一个奶油面包丢掉就可以了 真心 这应该是证件 终于放学了 真是漫长的一天 我得赶紧去上芭蕾课了 跟她说面包丢在地上是一个意外 很自然的开口 小梅 我回来了 它怎么又来了 它怎么又来了 小梅子你来了 小梅子你来啦 咖啡麵包怎麼這麼多 沒關係 多吃一點 因為我媽媽為了開發新口味 做了各式各樣的麵包 可是吃這麼多我會不好意思 那我幫你打掃店裡好了 不用了 不用這麼做 朋友之間不需要這麼客氣 朋友之間本來就要互相幫忙 真的沒關係 太真心合了 蓉蓉 這兩個傢伙電視 就是啊 真的讓人無言 看來你的想法跟我一樣 果然沒錯 你 你說什麼 當然是說他們啊 不覺得他們很誇張嗎 一個巴掌大的小麵包店 還讓貓隨意進進出出 真的是髒死了 怎麼會這麼沒有衛生觀念啊 對不對恩希 啊 說得也是 既然帶貓來了 怎麼能夠在店裡待那麼久的時間 果然是聰明人 你們班裡有水準的就只有你一個了 對了 聽說你在附近芭蕾教室學芭蕾 我也報名了今天開始上課 一起走吧 明知 我帶美式咖啡的熱 天啊 真的嗎 不過我今天沒有買到麵包耶 因為草莓麵包店還沒開始營業 對 不過呢 我帶了巧克力餅乾 你好貼心哦 巧克力餅乾永遠都受歡迎 不過有點奇怪 草莓麵包店很早就營業了 大家早安 草莓 你品色怎麼這麼難看 怎麼辦 今天早上接到消息 有人檢舉我們的麵包店 你說什麼 檢舉 檢舉 最近正好在抽驗食品衛生 說有人檢舉我們店的環境糟亂 太過分了 這種事到底是誰做的 我們也不知道 總之 我們的店可能暫時無法營業了 什麼嗎 到底是誰檢舉的 金奴麟 是你吧 李恩西 幹嘛突然出現 害我嚇一跳 是你檢舉草莓麵包店的對吧 是你檢舉他們家的對不對 哼 真是的 我還以為什麼事 他們做得不好 當然要檢舉咯 不過你很好笑 之前罵得很開心 現在又覺得班上同學可憐 想幫她說話嗎 什麼 你說可憐 請讓開好嗎 我要準備上芭蕾課了 啊 草莓家怎麼辦 可是為什麼連生意也不能做了 被檢舉歸被檢舉 做生意歸做生意啊 調查結果出來之前 不可以賣麵包 打擾了 我是食品衛生科派來的 哇 是 你好 被檢舉的項目不止一兩樣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是貓毛 還沒開始檢查就發現動物毛 大叔啊 店裡有貓毛不是他們的錯 是因為我帶一隻叫做小波巴的 很乾淨的貓來這裡玩 這樣的話 你們要有停止營業幾個月的心理準備 什麼 什麼 同學們 父親新開了一家漢堡專賣店 有誰要跟我一起去啊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今天沒那個心情 我們也不太想去 食品衛生科的網站在哪裡呢 結果還沒出來嗎 明智 明智 媽媽幫你準備了點心 我找到了 用一下電腦就要寫作業了 我知道了 這是什麼 難道是 太過分了 這太不像話了 喂 你好 是明智啊 你不要嚇到 原來許多勇者就帶我們吧 這是什麼意思 我已經知道結局 最早沒面包店的人是誰了啦 你說什麼 那個人是誰 李恩熙 喂 李恩熙 李恩熙不在這裡嗎 金奴力我問你 有沒有看到李恩熙 他今天沒有來上課 剛剛好像看到他在面包店的那條巷子 是嗎 謝啦 雙重人格 李恩熙你怎麼可以 怎麼能那樣做 小妹子 你為什麼突然這樣 警局你們店的人 就是李恩熙 我已經知道了 什麼 你知道了 什麼事吵吵鬧鬧的 喂 大叔怎麼又來這裡了 你你你你你 你手上拿的又是什麼東西 都沾到灰塵了 那不是 有良慣定標證嗎 我看看掛在這個地方可以嗎 不可以啦 要掛在更深遠的地方 金奴力你這個壞丫頭 等一下 我到底在擔心什麼啊 啊 不對 這樣的話 反而要感謝些努力了 你可能還不知道 草莓麵包店的真面目吧 這個已經快知道了解釋一下 材料的新鮮度 烤箱狀態 製作器具的消毒狀態 桌子的衛生狀態 麵包師傅要遵守的規定等等 收到的12個檢舉項目 全部都是最優秀的等級 呃 上次因為地板上有貓毛誤會了你 我跟你道歉 你當然要道歉 你怎麼連那些也檢舉了 這是一定要的 怎麼能夠讓這麼乾淨的店 收到不排之冤 等一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所以說恩西你為了讓草莓家的店 洗刷冤屈故意 你少摸錯了 草莓 我要給你訂麵包 呃 訂麵包 這個周末 我們要在家裡辦一場生意派對 所以要準備一些麵包 很多很多的麵包 哦 是嗎 不過你只吃十字路口高級麵包店的麵包 不是嗎 就是說 嗯 啊 消費者本來就是善變的啊 既然要買 我想在小圈裡最乾淨的麵包店吧 哪來那麼多廢話 我們當然很歡迎咯 來 崔小梅 這個給你 什麼 要給我的嗎 怎麼可能 是叫你拿給敏翅 不過呢 你可能也要抖一張咯 為什麼 你到底喜歡草莓哪一點呢 你 你到底在說什麼 不要胡說八道 哎呀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的臉這麼紅耶 哼 我才懶得理你呢 我要去上芭蕾課了 我早就知道你今天沒去上芭蕾課 那這張邀請函我就收下了 放心吧 我絕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還有 反正都沒去上課了 不用因為我這麼早回家 好好加油 好好加油 嚇我一跳 恩西 你沒事吧 那就學校見了 啊 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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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只剩下五分鐘了 好 時間只剩下五分鐘了 各位 快把作品完成吧 好了 非常完美 你在做什么 吓我一跳 干嘛 我又没有做什么 画到一半的为什么不要 要跟另外一张图交换呢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画得比较好啊 所以才这么做怎么样 你在家里画好的 真的很好笑 你现在要我们相信 这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吗 我今天是因为状况不太有的关系 这是用实力分出胜负的比赛 你这种行为就是犯规 在竞争社会中还有什么犯规啊 这也是 人生中另外一种实力 老师全都听到了 老师不是那样的 我真的很冤枉 我真的只是得到一点点帮助而已 不要再辩解了 这次的美术比赛 恩西自动失去了参赛的资格 还有在美术课下课之后 去咨询室写毁过书交给我 知道吧 什么 胜利果然站在正义的一方 崔小梅 对 接下来要发表校内美术比赛的得奖准名单 那么首先就来颁发优等奖 第三十一届赫山国小美术比赛优等奖 三年一班 崔小梅同学 小梅呢 真的还是假的 崔小梅啊 本校三年一班崔小梅参加第三十一届美术比赛 荣获优等奖 特班子状以分鼓励 崔小梅 我不能参加比赛还写了外国书 你居然还得奖 接下来要颁发特优奖 校内美术比赛特优奖的得主是 三年一班的颖顺起 恭喜你 恭喜你 第三十一届赫山国小美术比赛特优奖 颖顺起 这一式的 学校怎么评评他要先不起眼的人啊 崔小梅 怎么回事啊 那是羡慕你眼神吗 还有这次校内比赛的得奖者 可以得到参加全国儿童美术比赛的资格 是吗 等着瞧吧崔小梅 这绝对不会看见你在全国比赛中得到特优奖的 小梅子 我们去吃辣年糕吧 我今天领大零用钱了 可是敏智 我今天要早点回家练习画画 改天再一起去吃辣年糕吧 小梅子 你就这么想要得奖是吧 孩子们 妈妈买巧克思回来了 这些孩子不写作业要跑去哪里玩呢 这些孩子 你们在做什么啊 准备全国比赛比赛 全国比赛的场地一定在户外 有可能突然刮起大风 也有可能突然下雨 我要克服所有的头发状况 燃烧我的艺术魂 妈妈 吓我一大跳 这小梅正在努力的练习画画 你怎么还有时间悠闲的在这里拖地 不然我要做什么 想在全国比赛中得特优奖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要努力练习画画 不过 我觉得这件事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草莓 振作一点 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 不应该有这种态度 恩希 你该不会 不希望小梅子得奖才来跟我说这些 那你呢 不想得特优奖吗 也不是那样 朋友之间应该要互相打气 互相鼓励 谁得奖一点都不重要 你先回答我刚刚问你的问题 你真的不想在比赛中得到特优奖吗 如果有好的结果 我当然会很开心 你看吧 我们两个明明有一样的目标 你说什么 我刚刚给你的 是我妈妈特地从法国买回来的高级水彩 嗯 今晚又没关系 用完了我可以再送来 可是我现在没有画画的时间 我要先把这里打扫干净才行 我 你别打扫工作就交给我吧 你快点去练习画画 知道了吗 啊 天啊 啊 啊 明天 在这喽 进来吧 谢谢你邀请我来 可是我应该要早点回家才对 因为我还要思考一下 明天要画什么主题 我什么都还没说 我知道了 你先进来 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 你先看过之后再回去 哇 简直是美术馆 这些都是我妈妈去国外旅行的时候 买回来的作品 从街头画家到大市集的作品 统统都有 我的文化水准 可以说就是从这里来的 哇 真的太壮观了 请问 我可以在这里慢慢欣赏这些画吗 随便你啊 我会待在我的房间 草莓 你会不会在房间待开酒了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晚了 我的天啊 多管时间花了这么多啊 虽然被你一拉来 不过就要归功于你 我本来一直无法决定明天要画什么主题 来这里之后浮现灵感了 谢谢你 好 如果感谢我明天就要得到特优奖 很晚了我该回去了 还有我在你的书桌上放了给你的礼物 喜欢的话就留着吧 那就明天学校见咯 礼物 这是什么 这不是我吗 虽然准备比赛期间你带来很多困扰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让我看到那么棒的作品 哇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漂亮的礼物 什么嘛 我到底在说什么 恩西 出来吃晚餐咯 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下去 小梅子 快点出来了 比赛快要迟到了 全部装在一起不就好了 干嘛还要大包小包打 那怎么可以 要打扮成这样才有艺术家的气息 原来是这样 好吧 今天就随便你怎么做好了 联系你做什么你怎么用 联系你做什么你怎么用 啊 啊 啊 往比赛会场出发 知道吧 自在参加不再得奖 不要太在乎有没有得奖只要尽全力 如果能得奖当然是最好了 草莓很会画画 但也是我很喜欢的朋友 不过我那么努力练习 也希望有好的结果 而且得奖的人还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天哪还会给奖金哦 比奖金更好的东西 得到优等奖可以在美术馆办展示会 要是得到特优奖的话 就可以去美国参加儿童美术比赛 什么 你说得到特优奖之开品会去美国 搭公车去很快就到了 搭公车会要一大圈 对了 昨天你送给我的那幅画 那个啊 其实我画到一半本来想放弃的 我觉得你反正都会丢掉 可是画完之后又觉得很可惜 因为你的五官很深邃 画起来效果很好 你说我吗 我的五官的确像丢相一样漂亮又深邃 好像到会场了 是吗 你怎么一下就到了 我们已经开了一大段路了 小梅子 比赛结果今天就会出来吧 按照原定计划 的确是今天发表没错 各位同学 同学们 我们班的学生 在全国美术比赛创下了佳基 特优奖跟优等奖 全部由我们班同学获得 什么 这么说 特优奖是哪位呢 全国儿童美术比赛 特优奖的得主 是草莓 是草莓 小梅子得到了优等奖 耶 做到了 我做到了 崔小梅 你的能力也只到智力而已 最棒的人是草莓啦 草莓 下周就要去美国比赛了吧 比赛结束后还有文化体验 听说要去四天三夜 这个时候就很羡慕你的才华 草莓 你去美国也一定要得到特优奖 要让那边的人见识到我们活家儿童的实力 其实我不去美国了 什么 虽然会赞助我参加比赛的费用 可是自费的部分对我们家来说有点吃力 得到全国的特优奖我就满足了 以后可能还会有机会 草莓 各位同学早安 第一堂课是户外教学 大家拿着课本到外面去吧 老师老师 草莓还没有来上学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 要不要我到草莓家去看看呢 哎呀 原来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啊 接下来有好几天草莓不会来上课了 因为他去美国参加美术比赛了 什么 不久前有一位好心人 透过学校全额资助了去美国比赛自费的金额 我们一起在这里帮草莓加油 希望他有好的表现 全额资助 对了老师 我发现恩西他也还没有来学校耶 哦 恩西今天因为身体不舒服要请假一天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为什么想送他去呢 草莓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为什么要送他去美国 恩西 妈妈 有什么事 身体不舒服怎么不躺着 你拜托我的事我已经处理好了 不过你跟草莓有那么要好吗 没有 哪有要好 只是单纯同情他而已 对了 妈妈拿的是什么 嗯对了 我跟你说 我去展示会 刚好看到漂亮的画就买了 妈妈觉得很适合放在你的房间 妈妈又买画了吗 我看看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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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今天在展示会有人买了我的画耶 什么啊 会不会是你爸爸为了让你有面子偷偷买下来啦 这绝对不可能 爸爸根本不知道那是我的画 因为我在画上面写了跟朋友讨论之后取的艺名 好好好 那么请问崔小梅画家的艺名是什么嘞 米开朗 喂 醒了就去洗脸再叫你姐姐起来 我快点上学会迟到 好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办 我今天在学校还有上台发表耶 没关系啦 看起来还好没有很严重啊 肉鱼青儿还说什么不严重 小姐姐 味道怎么样 快起来 你快点起来 已经早上了嘛 哈哈哈 变成熊猫了 还笑 我是因为谁才会变成这样 啊 哦 你们两个还不快点住手 姐姐好讨厌 我不要上学了 我今天要紧张 不管不管 什么 四眼睛有点瘀青而已 就想请接啊 这不只是有点瘀青而已吧 我都变成熊猫眼了 同学会去吓我 原来你的美梦也不过如此 一只眼睛瘀青就变成超级大丑女了 好啦 嘿嘿 现在这样就看不出来了吧 啊 而且这样好像黑道流氓哦 喵 我美丽的脸 今天啊 就先这样上学吧 等你放学回来 妈妈再帮你冰呼 啊 姐姐 我是先警告你哦 我因为有分组作业 所以会带同学来家里 不要把房间弄乱了 看看你说的什么话 我什么时候把房间弄乱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坏习惯吗 真是的 房间是用来做什么的 把平常用的东西放在地板上 需要的时候就不用到处找了 要是在朋友面前让我丢脸 我绝对不会翻过你的 妈妈我回来了 小俊快进来吧 现在想想我好像第一次来你家耶 因为这是第一次跟你在同一组啊 哇 从很久以前就想跟你在同一组了 哦是真的吗 你可饿吧 我叫我妈妈倒果汁给你喝 等我一下哦 妈妈 奇怪 妈妈去哪里了 妈妈去买菜了 家里只有姐姐一个人 房间已经变成垃圾场了 这里就是美美你的房间吗 可是等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我把房间弄烂了 你在这里等我五分钟好吗 啊 哦 你好 我是美美的姐姐我叫小梅子 喵 喵 天哪 哎呀 想不到美美也有长得这么帅的同学 请多多指教 看来美美不只是在学校爱干净 房间也保持得很整洁 还好啦 因为我姐姐跟我平时都很爱干净 哈哈哈 那你们进去写作业吧 需要什么尽快跟我说哦 姐姐 谢谢你 这个字写错了 可能是因为眼睛都开不清楚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在你家写作业总觉得写得特别顺利 不过很快就写完咯 好可惜哦 你说好可惜吗 孩子们 吃完点心再写吧 怎么这么难得 不是啦 我姐姐就跟平常一样体贴拿饼干给我吃 那是因为我把你打成熊吗 不是 我需要你眼睛快点好起来才拿饼干来的 吃吧 这是什么 没看过的饼干 这是最新商品 你们今天真的赚到了 哇 好好吃哦 对吧 超级好吃吧 两种饼干一起吃会更好吃哦 美美 你姐姐真的好有趣哦 谢谢夸奖 托你的福很快把作业写完了 也吃了好吃的饼干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你要走了吗 哎小俊 小俊 时间还早呢 留下来吃个晚餐再回去 这是啊小俊 反正你今天不用去补习吧 我妈妈这次买了一组超级可爱的佳佳酒玩具给我 我们一起玩那个吧 什么 是吗 那我就玩一下再回去好了 真的吗 那我 不可以打开 你这个臭丫头 快点收拾干净 知道了啦 我懒得整理 可以了 妹妹你没事吧 哇 你不是说眼睛发炎了吗 我这次真的忍无可哑啦 哎呦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坏习惯啊 说一百次她也不会听 因为姐姐睡想不好跟不爱干净都是天生的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给我房间 我要在我房间给我幸福的生活 真是的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 爸爸妈妈有什么办法 没有就做出来啊 不是有小房间吗 小房间 没错 小房间 美美 姐妹之间为了一点小事就分房睡 爸爸不赞成 对啊 美美 小房间有鬼的事你忘了吗 爸爸每次说的时候你不是都吓得发抖吗 我不管我不管 就算有鬼我也不怕 在给我自己的房间之前 我每天都要睡在这里 在这里吃饭睡觉上大号 一步也不离开 好 今天真的应该可以整理干净了 今天真的应该可以整理干净了 那肚子就快点过来帮忙 哇 这种地方竟然长出了香菇 妈妈 我们家真的除了钱之外 好像什么东西都有哎 快点打扫 妈妈 这个金风袋里有钱 什么 哇 里面有好多钱哦 你这个人真是的 老婆 那个你先听我说 原来这里不是有鬼是有死黄钱 你给你抢还有赏钱 快说 让你抢的多少 老婆 你先听我解释啦 完成了 我终于有我自己的房间了 为了你的房间 你爸爸快被妈妈打死了 孩子们 七七八年准备出去了 去哪里 今天晚餐 妈妈请你们吃大餐 准备好了就快出来 妈妈 吃大餐了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什么 虽然整理干净了 可是一点都没有我房间的感觉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补制 小郭巴 挂这里好呢 还是在上面一点 也对 你也不知道吧 不管挂在哪里都很好看 好幸福啊 你终于又要我自己的房间了 哼 过去这段时间真的太惨了 除了要忍受姐姐的睡觉 怕被姐姐碰壞 也不敢拿玩具出来玩 从今以后 谁也无法阻止我玩家家酒玩具了 我好累哦 大嫂整理了一整天 好累哦 灯怎么突然不亮了 灯怎么突然不亮了 OK小郭巴 你叫我会害怕 另一边 原来是做梦 讨厌 这都是爸爸害的啦 没事干嘛跟我说小房间有鬼的故事 害我做那种奇怪的梦 房间怎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因为没有整理好就学 才会做不好的梦 妈妈 我要在这里跟姐姐睡了 我要跟姐姐在一起 不要转我的手好不好 你是说你睡觉醒来 看到有白色的胶鞋是吗 可是我从没看过那种东西啊 就真的看到了吗 房间的灯突然坏掉了 醒来之后灯是亮的 然后胶鞋就在地上 真是的 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啊 弟弟都能够一个人在妈妈黄金睡啦 你都这么大了 不要 我睡着之前在这里陪着我啦 好啦 知道啦 不要担心快躺下来吧 我哪里都不会去的 快睡 姐姐眼睛哪里都不能去 哪里都不能去 被这些孩子折腾的 我快要去掉半条命了 是不是应该跟她说实话 小房间跟女鬼快点给我滚开 小郭爸快来帮妈妈 其实最会说梦话的是你 帅帅的梅 甜甜的痴 耍耍去啦 又没有人知道她的睡觉习惯 反正知道了也没有好处 只有小梅子才有办法睡在旁边 不会被吵醒 那好吧 那就等她嫁人的时候再告诉她吧 哎呀 话说回来 美美到底看到了什么以为是交邪啊 可能跟梦境搞混了 我看地板上什么都没有 不怕 真的不怕 小梅子一点都 我怎么了骂 是他们两个闯的祸 妈妈为什么骂我 我只不过是 帮他们两个把几种水彩 混在一起调成紫色而已 既然要画彩虹 怎么可以没有紫色 如果妈妈 早点帮他们买新水彩 夏美啊 你说紫色怎么样 你是姐姐叫阻止他们啊 我只是去一下洗手间而已 就把家里弄成这活得气 去 妈妈好讨厌 比昨天更讨厌了 这孩子 崔小梅 你拖着把弟弟妹妹洗得干干净净 闪闪花亮 对了 这里还有一只呢 轻身痠痛 可以了吧 那我要躺下来休息一下了 你躺什么躺啊 把那些擦干净 不要 为什么什么事都叫我做 乖乖 乖乖听话就不用挨打了 姐姐 要不要我们帮忙 要不然 你想冷眼旁观吗 不用啦 才刚洗好澡又弄脏怎么办啊 你们到旁边去 这才是帮姐姐的忙 忍不住 不要 你 你 冷酷 冷酷的相反词 穴道是什么 想想看 穴道 就是热 什么 弟弟不见了 这段时间你到底都在做什么 没有啊 我刚刚一直专心地踏地吧 马上把你弟弟找回来 弟弟你在哪里 弟弟在干嘛 不要吵 是炸鸡 在那里 春圣鸡 你怎么可以不说一声就跑出来 因为你 弟弟 你在哪里 弟弟 妈妈怎么办 我们没找到弟弟 真是太好了 春圣鸡 你还睡得着啊 不要说了 我是第一次看到妈妈那样 弟弟都不见了 你竟然还有心情上班 现在马上回来 就算没赶上满意送意的活动 我也没看过妈妈那么激动 要是我不见了 妈妈也会那么着急吗 小梅子快过来 妈妈 妈妈 我们弟弟说肚子饿了 好 我马上来 你是 我们最爱亲爱的弟弟 祝你生日快乐 妈妈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生日只用一碗炸酱面就打发我了 天哪 我有吗 不 是炸虾 小梅子啊 你去饮水机那边装点水过来 没看到弟弟口渴啦 老婆你真是的 那就让小梅子吃一点吧 爸爸 不然老公你自己去装水 小梅子你还坐着干什么 妈妈叫你去饮水机装水 还不快点去啊 爸爸 这个也是我的 大姐 别忘了帮我买棉花糖哦 姐姐还有气球 这两个江湖真是 东西买完了 剩下钱要拿回来 嗯 越想越伤心 我又不是灰姑娘 早知道这样我就在家里跟小锅巴玩了 真是 小梅子 梅子 这种地方遇到你好开心啊 我们是好朋友 但你的命运怎么跟我一样的 嗯 我还以为你的家人会不一样呢 这么重的水桶你怎么提得到 你也是 梅子 我不是说我去洗手间马上回来 你怎么来装水了 不是 那个 你们好吗 梅子 你 你这样 大哥会担心你的 我们小公主 难道我都不能为了我的家人做点事情吗 我们小公主 真的好可爱 够了 哥哥好讨厌 米智 对不起 你受我的气吗 再见 米智 哇 一样的年纪有人过得像公主 有人却过着灰姑娘的生活 奇怪 太过分了 我心虎拿水回来 我心虎拿水回来 我也只是小孩子而已 我是美美跟弟弟的姐姐 我只是十岁的少女崔小妹 好吧 晚上再回去应该没关系 麻烦儿童飘一张 小梅子 妈妈说不要把剩下的钱拿回来 谢谢你 嗯 我要开始大维吐文了 大维吐文了 大维季 我累到走不动了 这里真的太好玩了 妈妈 爸爸 你们在哪里 妹妹 姐姐 你 该不会 妈妈 小朋友 不要哭了 快点下来 我们会帮你找你的爸爸妈妈 没有用 叔叔们绝对找不到我妈妈 妈妈是因为我把剩下的钱花掉 所以生气了 妈妈 那明天我长大之后一定会玩你 你就原谅她一次吧 姐不能轻易原谅她 这样不行 把她拉下来吧 把她拉下来吧 她的父母亲在哪里呀 我现在还有一些事 妈 从黑石洞来的崔小梅同学的家人 听到广播 请到正门旁的总师儿童保护室 妈妈 好吧 不要 不用了 叔叔 你慢一点找我爸妈也没有关系 这是免费吗 怎么不早点说呢 你这孩子 你以为这里是游乐场所吗 你这个草丫头 好了不要哭了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干嘛哭呢 来 你看看这个 这个很神奇哦 这次参与比赛中得到第一名的人 叔叔 我想我很快就能见到我妈妈了 哇 今天的第一名是崔小梅同学 我们将会送出最新型洗衣机台 不好意思 这台洗衣机我不能收下 因为我跟家人走失了找不到他们 所以这台洗衣机 我想捐赠给弱势家庭 我可以 小梅子 我的宝贝啊 我的心甘宝贝我总会找到你了 妈妈 你的女人在这里 好了 这样以后就不会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好 谢谢叔叔 来 大家都笑一个 一二三 谢谢老师 哦 对了 各位同学 下个星期要去浇游 你们知道吧 是 对 当然啦 放假跟浇游是学生应尽的本分呢 小梅子 多多早就已经把远族当天要吃的饼干买好了 真不好意思 饼干已经被我吃光了 要全部重了 不好意思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位浇游当天 代表我们班参加才艺比赛的人 嗯 怎么了 没有人报名吗 参加比赛能得到文具用品还有美好的回忆 天呐老师 只是文具用品而已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有谁会为那种东西拼命 是吗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本来也想做猫咪小吃店的免费餐券的 既然如此 我们班这一次就不参加才艺比赛了 猫咪小吃店呢 甜甜辣辣的酱汁 调配的恰到好处的爆炸好吃的大年糕店呢 这样的话 老师 选我 我要参加比赛 崔小梅 反正你去了也不可能赢 还是乖乖的下来吧 你说什么 你擅长的好像只有吃跟吵闹还有力气大而已 我想在座的同学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觉得崔小梅办不到吧 老师 在下有十二项很厉害的才艺 绝不能选她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星期一放学之后我们会一起选出班代表 我回来了 我到底要表演什么 要表演什么才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呢 爸爸 爸爸 小锅巴 小梅子回来了 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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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 你爸爸他现在正在练习逃脱魔术 逃脱魔术 哎呦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不是叫你照书上的方式绑吗 留下痕迹了 如果像书上说的利用破绽那算什么魔术 根本是诈欺 你不要胡说 magic is art 魔术是世界上最具艺术性的表演 真正的魔术师 能让自由女神像流通消失 能穿越万里长城 在全身被体练五花大绑的状态下 依然能避开从天而降的铁龙安全的逃脱 好帅 帅呆了 等着瞧吧 就像大卫考博妃让自由女神像消失不见一样 我也一定要成功的学会让你消失不见的魔术 好啊 你突然买魔术书回来的目的原来就是这个 那你最好先把这个消失不见 很好 我决定了 好 你说你想学魔术是吧 是的 父亲 你会面临无数的苦难与试炼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去厨房 拿一个鸡蛋跟三颗冰块 还有一大碗水过来 是 不是用来变魔术的吗 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吗 像是让学校凭空消失不见 或是在箱子里面身体分成两半 好了 现在把手臂往两边张开 把我绑得这么紧怎么可能挣脱 哇 好神奇哦 绳子真的解开了 怎么样 很厉害吧 对 有了这个要得到第一名没有问题 这个魔术的核心是绳结 虽然第一眼看会觉得好像很复杂 绳子也绑得很紧 但是只要用点力 就会自动解开 这就叫魔术师的绳结 哇 所以我需要一个在旁边帮我绑绳结的人了 没错 哇 你有值得信任能交付重任的朋友吗 怎么办 我们也正在练习 我觉得我们会得到第一名 是吗 那就没办法了 变魔术一定要有美女助手帮忙 既然这样我就只好放弃找美女了 再见 可以了 明知会帮忙的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要找别人 你不是说魔术一定要有美女助手吗 那就没办法了 我来了 我要做什么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舒服多了 你好吗 叔叔 我是允熙 哎 金敏智你怎么这样啊 说好要跟我演短句 怎么可以自己跑掉 对不起允熙 但是我就是美女那怎么办呢 小梅子 你也一样 怎么能把人偿走 好了好了 观众坐在台下了 那就开始吧 第一名是我的 除了允熙之外都到齐了 好 第一位参赛选手 那就从多多开始吧 多多加油 好 赶紧咱架 喂的也就吃而已 多多 再吃回变成鸡咯 还没结束吗 又要做什么 他这次又要吃什么了 来来吧 拼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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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吃剩鸡蛋是为了开伞 下一位 想去猫咪小支店 用用 对不起小梅子 没关系你不要哭 大家都好厉害哦 幸好你跟允熙没有表演那个不成气候的短剧 你说得对 我们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的 接下来是最后一位 世上最优秀的魔术师崔小梅 跟美女助手金敏志 大家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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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说啊 魔术这种东西虽然很有趣 但是没什么特色 这家伙 对了 你们决定不表演逃脱魔术了吗 逃脱魔术 哇 还会被这种表演啊 哦 我差点忘了 你们一直没有学会 哎 李玉琪 我昨天在旁边看他们练习 可是不管练习几次 他们还是不会 哦 是啊 要表演逃脱才算是真正的魔术 如果你们表演逃脱魔术 我就承认你们是第一名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哇 有错 有错 对啊 太厉害了 敏志 我们开始吧 小梅子 如果十秒钟内 没有把五花大绑的绳子解开 小梅子头上的气球就会掉下来 里面的水会把小梅子淋湿 哎呦 这样才更刺激嘛 现在要盖上白布咯 大家一起来倒数 等一下 我要重新绑一次 哼 以为我不知道啊 敏志 你故意绑成容易解开的神结了吧 好 你就等着被水淋湿吧 哎 开始之前我也要重新绑一次 既然要绑的话就绑紧一点 哎呦 允熙 你今天的表现真的太让我满意了 哎呀 好 确实绑紧了 十 九 大 小梅子 6 6 5 3 2 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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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嘛 你們怎麼已經開始吃了 快進來 芸汐 芸汐 這樣好了 你也加入我們這一隊 什麼 因為要成功表演逃脫魔術 我需要一位帥哥助手 帥哥 到時候一定會出現像我媽一樣的破壞者 所以啊 等一下 你要重新綁一次 開始之前我也要重新綁一次 到時候你解開恩心綁的神結 再重新換成魔術神結的話 二 一 老師 我們一起來拍照留言 好啊 大家都到前面來 you 您 剛好